大快人心 联合国首次否决美国的否决权 美国代表黑力尴尬离席 近期,美国强势将驻以色列大使馆牵制耶路撒冷的举动,导致巴以冲突的不断扩大, 甚至引发了加沙地区的流血事件,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居民惨死,上千人受伤。 以色列暴力对付巴勒斯坦居民的行为遭到了世界的广泛谴责。 联合国也在事后紧急展开了会议。 给力 联合国无视美国一票否决,黑力愤怒离席。 安理会上,英法等代表怒斥了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黑力, 以色列的行为完全违背人道主义,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牵管引发的。 而黑力面对多国的指责反而表示,加沙流血事件与美国无关, 耶路撒冷本来就是犹太人的圣教,美国的行为是在维护世界和平。 黑力的言辞再次遭到了各大国的攻击,而代表谴责, 难道美国所谓的和平就是看住众多无辜的百姓惨死吗? 面对冲突的不断扩大和众多国家的激烈谴责, 联合国决定派出人权理事会前往调查加沙流血事件。 在此次投票的45个国家中,中俄等29个国家支持, 美国和澳大利亚二票反对,因为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, 所以此次投票最终以失败落幕。 但是此次联合国并没有放弃这个决议, 而是越过美国,单独成立了一个国际独立小组前往加沙地区调查。 这就让黑力被感尴尬了, 之前一直都是美国无视联合国的决议, 现在美国却被晾在了一边, 黑力面对联合国的决议,最终愤怒离席。 看来,美国近期的表现已经让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跌至低谷, 连很多同盟国都不愿意和美国为伍了。 Kia 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Lords WeChat Line SMS You may like 吴亚欣在报卖银。 吴亚欣176章性侵照不雅照片全集被八部堪入目。 11年后,梁朝伟承认假戏真作, 汤伟回应,他很专业,没用替身。 王妃怀孕,不惧48高龄产子,谢霆锋在当爹,谢霆锋,这是属于我们俩的孩子。 自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后不久,谢霆锋就公开和王妃在一起,两人初双入队,一点不避讳别人的眼光。 网友对谢霆锋的做法,褒贬不一,有支持他们在一起的,也有不认同他们在一起的,但是两人毫不理会,在这期间,媒体精。 You may like 27岁妈妈死在床上。 死因竟是天天晚上在做这样的事。 所有人都要注意了。 六张女星们可能双风重量太重导致忠心不稳的红毯羞耻肉弹发射罩。 三雪色小白兔就这样跳出来了,必看为何吉兰丹苏丹身旁总是要有鹤枪实弹的警卫。 原因竟然是,内有精彩影片。 吉兰丹苏丹莫哈莫武士,为何身边都需要鹤枪实弹, 手持重型武器保护苏丹的警卫。 大揭秘请看,苏丹在四名手持长枪的保镖护送下, 抵达哥达克鲁的达鲁纳因大厦后出席州议会, 保镖分别在两旁保护殿下。 这些手持长枪的保镖锡。 You may like